美日防长深化同盟 不容忍中共改变现状 新唐人钢琴大赛金奖选手 分享圣恩宝贵经验 中共股市暴涨暴跌骗局 抛取百姓存款 乌克兰视频显示 朝鲜士兵领取俄国军装 广东率尾百名医护举牌讨薪冲上热搜 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听收看希望之声TV新闻速递节目 我是林希 今天是美东时间10月21号星期一 请您在节目开始之前 点赞订阅希望之声的频道 同时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天最新的消息 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日本防卫大臣钟谷元 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 19号在意大利纳布勒斯举行了首次会谈 日本防卫省表示 针对中共在日本周边的军事行动 两国防长确认 绝不能容忍单方面改变现状 或以武力胁迫手段改变现状的企图 但也感到强烈的危机感 据日本时报21号报道称 这暗指中共在该地区日益增强的自信 对此 国策研究院资深顾问 开南大学国家际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陈文甲博士认为 这也凸显了两国对中共在东亚海域 日益增高的军事活动的高度关注 特别是中共近期在东海台海南海的活动 得一个增加日益挑衅的态度 加剧了区域的不稳定性 而这种危机感促使日美进一步加强同盟关系 而透过升级的防御能力 跟加强指挥控制的框架 以应对潜在的威胁 日本希望借此来提高它的反击能力 以应对可能出现的一个突发事件 特别是在台海问题或钓鱼台争端 等关键地带的一个紧张局势 今年7月 两国国防部长和高级外交官 同意对美日同盟进行自成立以来 最大的升级之一 华盛顿将改组期驻日本指挥部 使其在和平时期和潜在危机下的作战规划中 对美军发挥直接领导作用 石破茂表示 他绝对希望将日美地位协议的修改变为现实 尽管石破茂所在的执政党自民党 内部一些人担心这些想法可能会引起与美国的摩擦 但周六的会议 凸显了日美盟友之间的密切关系 特别是在他们为应对日益强硬的中共 而采取的措施方面 对此 陈文贾博士认为 日美地位协定的修改存在的挑战 尤其是美国对维持现有驻日军队地位的态度坚定 虽然石破茂首相将会持续推动此议题 但现实的可能性在短期内较低 尤其美国担忧失去战略伙伴的情况之下 因此双方需要透过密切沟通与谈判来逐步推动变革 8月一架中共军机从日本启动反空域入侵措施以来 首次进入日本领空 令东京官员感到震惊 日本防卫省说 两防长会谈中还重申了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并承诺加快讨论 改善协调与合作 以应对从常规情况到紧急状况的所有情况 由于距离台湾较近 且东京与华盛顿结盟 一场可能涉及美国和中共的台湾海峡战争 也有可能将日本卷入其中 日本增加的国防预算 主要是为了应对这场战争 以及他所说的中共在其他地方日益增长的军事威胁 对此 陈芬贾博士分析表示 一旦台海发生冲突 中国基于反介入与区域拒止的战略作为 将导致日本会卷入其中 近年来 日本通过增加国防预算 强化对台海冲突的应对准备 特别是增加西南诸岛的一个防御能力 而美日同盟将更加紧密合作 以应对来自中共的威胁 包括在和平时期与危机下的一个作战协调 而美日同盟的深化 特别是围绕台海问题上的合作 将成为遏制中共在东亚地区 军事扩张的重要手段 并确保日本国家安全利益得以维护与保障 另外19号 NHK首都年度重磅纪录片 名为追踪中国泄露的文件 日本记者用半年时间走访了7个国家 找寻577份纤米文件真相 这些文件均涉及中共政军民三界 集体进行跨境网络攻击 以及舆论操控的认知战行为 包括窃取欧盟内部文件 伪装境外异议人士 引发台湾排外示威 对日本福岛泼脏水的假新闻等 中共早已对世界悄悄宣战了 这些外流文件来自安寻信息 是一家总部位于上海的中国企业 专门向中共政府部门 安全单位和国企 出售第三方黑客所窃取的内容 和搜集到的资料 外流文件中 有一份电子表格列出了 黑客自已攻破的80个海外目标 显示他们取得了来自台湾的人口数据 以及道路信息数据 包括台湾各式的三维建筑模型数据 以及台湾108全台国道的3D和数据库数据 NHK记者前往安寻的上海总部采访 公司大门申索 大楼管理人员说 员工已经在今年2月被公安带走 位于四川成都的开发总部办公室 招牌也都被拆下 人去楼空 安寻开发数据 用于支持各种公安的计划 该工具具备黑客功能 可以透过发送钓鱼链接 在对方点击后控制目标账户 查看私人讯息 安寻文件中指出 认知战逐步进入大众视野 世界格局悄然改变 NHK报道说 日本相关机构发现 疑似由程序操作的机器人账号 在社群媒体传播关于福岛第一核电厂处理水排放的假新闻 调查转发这条假新闻的账号后发现 当中有超过1000个账号 疑似机器人账号 第七届新唐人国际钢琴大赛 2024年10月19日 在纽约曼哈顿考夫曼艺术中心默肯音乐厅圆满落幕 经过这近一周的比赛过程 来自德国柏林的选手 罗伯特·诺伊曼最终胜出 获得双项大奖 荣获大赛金奖和大赛特殊奖项 指定曲目最佳演艺奖 今年23岁的诺伊曼 虽然在音乐上有着自己得天独厚的背景 但在对音乐坚持不懈的追求上 却离不开个人的努力和用心 诺伊曼进一步解释道 要弄清楚作品背后的信息是什么 如果作品形式优美或构思巧妙 或者两者坚而有之 那么理解起来就容易得多 如果作品为人所熟知 只需要将其过渡到手指上 这样工作量最少 诺伊曼觉得 演奏圣恩为他提供了这样即兴发挥的空间 他说 在现场演奏时 我发现了一些细微之处 这在练习时是没有注意到的 这就是现场演奏的非凡吸引力所在 很多地方无法完全准备好 需要临场发挥 这也是欣赏现场音乐的意义所在 诺伊曼认为 能和观众在情感上产生共鸣 这才是现场演奏的真正目的 当我专心演奏时 我的脑海里只有乐谱 只有在全神贯注的情况下 我才能最好的表达出乐曲的情感 技巧掌握得好 才能完全掌控这种表达 他表示 参加这个比赛是一段愉悦的经历 甚至很久以后 舞台上的每一个瞬间 可能都会让我记忆深刻 成为宝贵的财富 罗伯特·诺伊曼出生在音乐家庭 从4岁起就开始练琴 他的父母都是音乐家 一位弹钢琴 一位拉大提琴 诺伊曼对钢琴的热爱始终如一 并计划在未来继续参加更多的比赛 近期 中国股市震荡 10月20日晚 23家户身上市公司发公告 将获得的银行贷款 用于股票回购或增持 有大陆高级会计师示警 这是陷阱 中共利用股市套取老百姓存款 以完成今年GDP增长目标 不过 大陆高级会计师余女士 对于新一波股市成为所谓的大牛市 并不看好 并示警这背后有陷阱 2亿散户投资者大军 听信中共宣传的所谓牛市来了而入场 包括数百万新股民 十一长假期间 A股休市7天 不少券商放弃休假 开始加班加点 为股民提供24小时的开户和咨询服务 但A股经历连续6个交易日的大涨后 10月9号连续多日暴跌 散户投资者损失惨重 于理事说 在党国体制下 中国人只知道追逐利润追逐钱 现在没有其他的投资项目 而且很多人失业没有经济来源 他们又看不到中国股市是一个骗局 所以急功近利 不惜卖房和贷款 希望进股市捞一把 结果上了圈套 10月17号 中共住建部再次发布所谓旧房市的新措施 包括承诺将未完工的住宅项目 贷款额度增加近一倍 达到4万亿元 旅美经济学者黄戴维也向大纪元透露 股市暴涨暴跌 是中共为上市企业融资圈前 王戴维指出 现在这一波股市涨跌还没走完 因为现在地方政府的财政缺口非常庞大 现在仅仅老百姓进场远远不够 它还要吸引更多的投资基金进去 包括一些外资 一些银行里面的其他资金 它都要吸引进去 所以这场游戏还没做完 近日 野村证券也警告 中国股市16年来最大的一次反弹 可能会转为崩盘 因为中国经济的基础比疫情前弱得多 近日 乌克兰公布了一段视频 显示了数十名朝鲜士兵 排队领取俄罗斯军装的情景 乌克兰官员表示 这段视频显示 朝鲜正在派遣军队介入俄乌冲突 据美联社报道 这段视频由乌克兰文化与信息政策部下属的战略通信和信息安全中心发布 视频中显示 朝鲜士兵排队从俄罗斯军人手中 领取包 衣服和其他服饰的场景 美联社无法独立核实这段视频的身位 这段视频清楚地显示 有人正在按照俄罗斯军方的指示 给朝鲜公民发俄罗斯制服 他说 对乌克兰来说 这段视频很重要 因为这是第一份显示朝鲜站在俄罗斯一边参战的视频证据 现在不仅提供了武器和炮弹 还提供了人员 在这段视频发布之前 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局长基里洛·布达诺夫 已在当地媒体表示 目前约有1.1万名朝鲜步兵 正在俄罗斯东部接受训练 据他预测 这些人将在11月前做好参战准备 当地媒体援引他的话报道 至少将有2600人会被派往俄罗斯库尔斯克州 乌克兰8月对该州发起了越境袭击 如果朝鲜士兵 出现在乌克兰的情况属实 这将进一步证明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已加强了两国之间的军事关系 去年夏天 他们签署了一项战略合作伙伴条约 承诺两国之间互相提供军事援助 朝鲜武器已经在乌克兰战争中使用 近日 广东省山伟市一家国营医院 上百名医护人员罢工 聚集在甘院大厅 高举着写有我要吃饭的白纸 向院方集体讨薪 消息在网上引发关注后 相关报道被删除 据大晚新闻报道 10月16日 承诺市人民医院大厅内 上百名医护人员因奖金发放不均 爆发集体罢工 网上视频显示 他们高举着我要吃饭的白纸 高喊 院长出来 还我奖金 我要生活等等口号 集体讨薪 据拍摄者表示 这次抗议 一次因为10月只有3个科室 收到了8月的奖金 其他科室没有发 不公平的待遇 引起了医护人员的不满 公开资料显示 承诺市人民医院属于一家三甲医院 10月20日 广东一医院上百名医护举牌讨薪 冲上了微博热搜 许多网民表示 第一人民医院也这样 从病患身上搜刮了那么多钱 去哪了 不是个例 这两年已经很多家了 网上能搜到 很多已经贷款发工资了 等贷款额度用完了 就差不多倒了 有的建议公立医院不行 就去私立的 不过有网民表示 私立医院也得去大的 去好医院 普通的私立医院也这样 我同学呆的私立医院 也脱工资断保了 还有的说 医生社会地位算高的了 他们都拿不到钱 其他行业的不知道还有多少 一些网民称 这次罢工是一届的白纸运动 大陆媒体的许多相关报道 都被屏蔽删除 这期的新闻速递就到这里了 欢迎就今天的新闻话题 在视频的下方留言 请别忘记帮助我们点赞 订阅还有分享 感谢您的支持与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